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最具争议性的一场比赛 由丁宁对战李小霞 漂亮 这是发生在2012年雷敦奥运会上 两人在决赛相遇 丁宁呢 处置于1990年 当时世界排名第一 李小霞的就是取生已经88年 世界排名第二 因此这场比赛也是受到了 王大球迷的高度关注 两人的实力呢可以说是几乎不相上下 丁宁2011年露特丹实比赛上获得了女单的冠军 李小霞这是2010年获得了亚英会平凡球女单的冠军 10比8了 李小霞手握局点 可以看到今天李小霞投一局打得非常的凶 11比8 李小霞主攻夺得第一局 可以看到今天丁宁吃这个李小霞的这个快速变现白短 接连不断 接连不断 宛住 打得漂亮 返回一分 好球 打得很凶 像这种大赛的决赛是很少看到如此精彩表演的 但李小霞在进行自我挑战 这球可以看到 李小小他这个右手 横板 快速无旋球回攻 效果还是非常明显 再对一个 这招是 女士不爽 都看到李小小他这个气势 已经是完全上来了 一直在压着定领打 定领打得有点沉闷 接下来就出现了 最具争议型的盘发 定领发球 然后才看盘发 他那个跑球高度不够 也是显得实际的无奈 对裁判也是提出了疑问 表示这个高度没有问题 但是在赛场上要一切以裁判的 判法为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球到底有没有犯规 就是这场比赛以后 这个裁判直接被请出了伦敦 从此再不为启用 10比5 李小霞手握几点 看一下定领 漂亮 单独一分 再得一分 大心价 打的李小杀也是无奈发懵了 年军3分 漂亮 实际上是 十二比十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